拜过王人的素食菜不要吃 那可不可以多煮一些菜 一部分用来拜王人 没有拜的可以食用吗 可以啊 还是拜王人的菜单独煮 就是拜多少煮多少 没拜的也不可以吃 你傻了 你当然 你当然就是不要放在一起了 你这个 这个给王人吃 用多少煮多少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一般的王人的话 煮菜的话 就是你没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不是跟你们描绘过吗 对对对 吓都吓死人了 他们鼻涕啊 鼻涕啊 口水啊 吃的在那个菜上一塌糊涂的 你很多人你回回锅 回回锅吃的话 你也吃的不舒服的呀 对对明白了 那我们就 分开啊 你比方说你 炒青菜 自己吃啊 给王人啊 吃那个红烧豆腐 对不对啊 或者给王人啊 炒一个扁豆 你自己呢 炒个钢豆 分开啊 王人没给王人吃的 你是活人了 你还没到王人呢 跟他一起吃啊 你傻的呢 弄个木 所以很多人还没死了 自己弄个木 啊 人家给死人弄个木 自己边上弄个木 你不死也得死吧 是的 所以说很多人不懂 我们学法 之后真的师父教我们 真的是太多了 你去看好了 很多夫妻 很多夫妻就是自己还没死 在边上弄个木 好 以后也埋葬在这里 你去看这个 自己的老头 没几年就死了 很多的老太太们 就是因为老头 是死的 弄一个木在边上 他因为天天跟鬼 在一起生活了 人不人不鬼了 你说说看 他怎么活的 阳寿怎么长啊 什么都不懂的 真的 很简单的道理 被人家讲的来 都稀里糊涂了 真的在人间 您教我们很多 真的我们都特别感受 师父真的是 颠倒黑白 现在人就是颠倒黑白 听不懂啊 是的 是的 是的师父真的这样 还有说了 人还没死 先弄一块风水宝地 对对对 你看全家弄好了 刚刚生出来就可以弄了 一个小baby弄过来 特别昂贵 哎哟 他就是赚钱 吓死人了 是的 是的师父 这种人就赚死人钱了呀 他们很厉害 他们上辈子有的很多 都是地府的工作人员呀 对的对的 所以说师父说 有些这都不是美 很多人这个钱都不能赚呢 是 把他对对 还想给你 他就能赚呢 所以不要以赚的话 叫个人员 但我为什么要赚呢 他就能赚呢 你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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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